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今天特別來賓是 TVBS資深記者廖亞裕 廖中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亞裕今天要跟我們來分享 因為今天的確診的數字 真的是陡增 一口氣23例 有點意外 又不太意外 因為陳時中一早就已經預告 說會比昨天的10例還要更多 23例裡面值得比較關注的 有幾個看點 看一下 23例有21例是境外的 境外現在好像沒有太大的意外 但是其中有兩例是本土的 這是要比較放多一點心力 去注意到的 那21例裡面其中 土耳其這個旅遊團 真的是有點恐怖 他們才15個人 已經累積到現在有13個人確診 這一團真的滿可怕的 另外一個是埃及團 埃及團現在兩個本土裡面 其中有一個疑似 就是跟埃及團有接觸 另外一個女生說在這邊 20歲 女性 然後形容說她的生活 非常的單純 然後沒有出國史 到現在其實都還不太清楚 她的感染源是什麼 所以這個可能是大家會比較 要去擔心跟注意的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這幾天一直在講說 從上禮拜開始陡增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從歐洲回來 或者歐洲轉機回來 還沒有看到美國的 可是美國其實跟歐洲 差了大概5到9天 本來想說應該在一兩天之內 就有美國回來 但是有一天天提早了 現在已經出現了美國 因為美國就有三例 所以明天再有出現更多 美國回來的案例 似乎好像也不用太例外 所以這個部分是大家要注意的 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因為境外回來的狀況 越來越複雜了 所以現在我們政府做了一個措施 現在一直來討論說 要不要提升為什麼 宣布緊急命令 總統有一些疑慮 他認為說如果這樣宣布之後 本來疫情還好 一宣布之後 可能全世界都覺得說 這個模範聲怎麼 怎麼突然說跟大家一樣 公布了緊急命令 覺得目前狀況 還沒有到這個嚴峻的情形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座委 跟發佈緊急命令 感覺沒有太大的差別 總統他們已經宣布了 非本國籍的人士 除非你有居留證 外交公務的證明 否則一律就限制入境 所有的人士 不管你是不是本國籍 回來全部都是居家檢疫14天 另外還有3月5號到3月14號 歐洲入境的話 全面的是回溯採檢 其實我個人是有一個疑惑來 我們可能5點會有醫生來 也許他們可以幫我們解惑一下 就是如果說我們現在對於 歐洲大爆發 還有美國大爆發 我們要去做預防 那現在為什麼不乾脆 連美國回來的 也開始提高注意 還是說這個量人實在太大了 可能美國回來的人太多 總之陳時中今天就有宣布 儘管到底要怎麼做 來聽一下指揮官的說法 這幾天國際的這疫情 仍持續的升溫 那境外在台灣來講 境外這一陸的個案 可以就是也是一樣是暴增了 那為因應這樣的一個緊急的情況 所以我們也宣布 非本國籍人一律限制入境 非本國籍一律限制入境 那至於是不管是本國人或非本國人 只要是入境 那都一律要居家檢疫14天 所以基本上在入境上面 就是外國籍的非本國籍的原則上 我們是禁止 那必要的時候放棄 那所有入境者皆需居家檢疫14天 那從3月19號臨時起14 現在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 這一些回來的 那回來的我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我們本土的很多都是 比如說白牌車司機70幾歲 第一個死亡的病例80幾歲 年紀都比較長 那這一次從國外回來的 我聽到好多都是20幾歲 30幾歲 那他們的年齡的分佈 或者他們的症狀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們其實現在看到 就是到統計到3月16號為止 其實是67例 那麼到3月17號是77例 一直到今天 已經是累積到100例了 所以說台灣現在是已經破百例了 不過現在看起來 我們看起來是輕症是比較多的 我們看3月16號 其實67例當中 40例是屬於輕症的 那輕症它有什麼樣的一個症狀 比如說它可能就會像小感冒 像是咳嗽 流鼻水這樣子 等等的一些 比較輕微的症狀出現 那其他像是在22例當中 就有輕度肺炎這樣子的情況 另外還有5例就是重症了 那重症當然就是比較明顯 比如說它會有一些 急性的呼吸窘迫 或者甚至需要用呼吸器等等 那為什麼現在大家會特別關注輕症 因為其實輕症在大家在發現的時候 其實比較不容易會被觀察到的 因為它我們剛才說到了 它就像是小感冒一樣 如果我們再舉例來說 像是在歐洲方面 現在義大利它也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疫區 那義大利因為它比起台灣的話 它的人口老化是比較嚴重的 比如說它的這個老齡化的人口 就有高達將近28%之多 所以患病的人 他們也是長者比較多 那麼他們也有一些慢性疾病 甚至是併發一些重症 那死亡率也會相對的比較高 也就大概是有6%到7% 這麼的多 那對比台灣現在 因為現在大家從境外一路的個案 我們來看的話 其實比較多都是年輕人 像是20幾歲 30幾歲 那他們因為有一些空閒的時間 或者是說像20幾歲 他們有一些是留學生 或者是交換學生等等 所以說這些個案 現在也比較多會受到重視 另外我們來看 就是在昨天3月17號新增10例 昨天也是首度我們新增的個案 是創新高 是來到了雙位數 但是今天又再度創下了記錄了 到了23例 那我們先來看昨天的好了 昨天其實我們總共累積是到77例 可是境外移入的 就有50例這麼多 那我們來看 其實像是在這個案74 他就是一個南部的30多歲的男性 還有就是案75 這個是一個成大的一個男生 一個男學生 另外像是在案76 他是北部一個30多歲的女生 所以其實這個比例看起來 年輕的人口他們輕症 或者是說他們染病的比例 還是相當高的 也是比較不容易會被受到 會被看到的這樣子 所以要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小孩剛好從國外回來 他可能只有輕微的症狀 很多年輕人其實身體好 身強力壯 他對於那種稍微感冒什麼 他根本不以為意 現在你就要提高警戒了 你如果有一點點咳嗽跟流鼻水 你都要多加小心一點 因為高比例都是輕症狀 現在陳時中還預言 他其實預言很多東西 後來都兌現了 他在很早之前就告訴大家 國外回來會是下一波 果然都被他料中了 那他今天又有一個最新的預言 他說接下來兩週之內 疫情是非常的危險 所以接下來要問 那接下來很多人 本來要提早掃墓的 還有包括三月底有一個婚宴 辦好事的這個一個好日子 那接下來這些事情 到底要怎麼辦呢 現在的疫情突然增加這麼多 所以大家都很擔心 那我們也看到有一些畫面 來看一下包括在北捷的時候 已經有人拍到了這位大姐超狂的 穿著雨衣 護目鏡跟口罩 那他不只是這樣 包括他在搭捷運的時候 捷運往下 我就覺得這個捷運看起來 有點像是中校復興站 要往下的時候 那他下去的時候 迎面而來有這些人的時候 他就用手把自己的口罩 壓得更緊密 所以大家就想說 現在疫情有之後到這麼嚴峻了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這張照片 因為現在各國 都要把學校封閉起來 所以很多留學生 現在包括對岸也是 很多留學生就趕快回到國內 有的是有本事 有的是沒有本事就回不來 然後當地學校的宿舍又關閉 現在都住哪兒都可能出問題了 那現在這張照片 就是桃園的市議員 蘇翠玲他的小孩 他是說他不知道是他小孩的照片 還是他小孩的同學的照片 總之他們就從英國回來了 搭飛騎真的是很緊張 你看大家全副武裝包成這樣 包得密密麻麻 這個人還戴護目鏡 口罩也都是高規格的 這個應該是N95口罩 大家就是 總之就是用最高規格 現在回來的話 應該就是一律都要 居家檢疫14天 這張照片 有本事的可以買回來 因為這時候機票改期什麼都很貴 甚至有些人 連商務艙的票都搶了 但是搶得到就算是不錯了 昨天有講到南部抹大學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個大學的 可是按照規定 就是不可以講出那個學校 剛剛亞玉有講出來 大家當作沒聽到 然後他說這個學校 2月23號到3月8號 陪同德國的教化學生 一直到德國 大家不要去漏搜他 他不是出去玩 他是去找他的指導教授 所以不要去再次做無謂的漏搜了 然後3月11號的時候 他就有出現症狀了 因為有一個比較可怕的是 他有其中 他有到私人的診所看診 所以現在大家有點害怕 後來3月16號到成大醫院掛號 因為他有旅遊史 所以直接就轉到篩檢站裡面 去進行篩檢 發現他有肺炎的症狀 後來就負壓隔離 16號深夜確診 所以這個學校速度非常神速 你知道為什麼嗎 16號確診之後 立刻馬上發簡訊 給相關人等告訴他說 你就不要來學校了 你就用視訊上課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學校 真的是反應也還滿快的 只是說現在在這一篇留言底下 就有很多這個學校的 我一直想把這個學校名字講出來 這個學校裡面的學生就留言 他們希望校方可以公佈 到了哪一家診所 到了 包括 因為他有跟同學聚餐 聚餐的地點在哪裡 他租屋的地點在哪裡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同學他的日常生活 可能都有高密度的在一起 所以他很擔心 希望說可以公佈他的租屋處 聚餐的地點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附近另外一個學校 其實也很好查 這個另外一個學校 他說有一個女碩士 她跟案47 在喜宴的時候有接觸了 現在大家很好奇 亞裕妳最近還有參加 就是有疫情之後 有參加過婚宴 喜宴嗎 沒有 因為我本來就還滿少 去那種場合的 尤其是最近疫情爆發之後 就更不用講了 根本就不會去 我就在想說 因為我是聽說2月底的時候 我們有朋友結婚 然後他原本是100桌 後來就說了 說成60桌 然後我還跟他講說 那60桌願意來的 你要跪著謝謝他們 人家是冒著生命危險來的 我現在覺得說 如果現在案例增加的話 還願意去的 真的是很冒險 很多人也抱怨 因為我們包括現在去 很多婚宴場合 他們上去有在問 就是所有的新娘們 都互相留言在問說 我是3月28號 因為好像是好日子 他說3月28號 眼看就要到了 然後他現在偏偏又在剛好 在增加的這個爬生的狀況 所以就倒行說要不要 如果是你 你3月28號要結婚 你照這個狀況 而且陳時中還預言了 明天可能會更多 如果是你 你會照辦嗎 那要看跟誰結婚 沒有啦 沒有 當然有人講說有一個方式 就是乾脆認賠 喜宴的部分就賠了 可是公正就維持下去這樣 喜宴另外補辦 可是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定金 尤其日息接近之後 其實很多婚宴場所 他錢是不太願意退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有很多問題 大陸其實在 早在1月26號的時候 四川就有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他當時有疫情 那也很妙 我覺得大陸他們的狀況 像四川有一個黨委書記 他到處巡視 就看看大家有沒有聚集 有沒有聚會 後來他發現有人在辦婚宴 而且席開18桌 他滿驚人的 所以他就到現場去 他也等大家確定 已經婚禮都已經到了一個 一定的流程 因為他說當地有一個習俗 叫做 零猜一座廟 不猜一樁婚 確實沒有錯 我覺得台灣人也會覺得說 如果你破壞人家的婚室的話 可能會付出很多的代價 就是可能自己命 會有一些報應 會有一些報應 對 所以他等到 辦好了婚禮的儀式之後 才出面來勸庭 他說請大家馬上解散 馬上解散 捨小家為大家 所以這個狀況 可能接下來辦婚室 辦這個婚室 喜事的民眾 可能就要多加注意 不過發現大陸有個滿有趣的 說女學生要礦泉水 她會很兇 那個是到底怎麼回事 那其實就是一個 從義大利回來的女留學生 然後因為她回來之後 他們就是要先接受 就是14天的這種隔離檢疫 那他們就到哪裡去了 其實就是到了上海浦東的 一家飯店裡頭去 然後他到裡頭去的時候 當然就是居家隔離 或者是說隔離檢疫 她有她一定的規定 不是說 不像說你到外頭去旅遊 你到外頭去觀光 你要喝什麼 你要吃什麼 你要怎麼樣 都隨便你 因為你現在是在隔離當中 那這個女孩子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她 她非常的兇 她還講說 就是這個隔離區 是不是也應該要保障人權 她就是跟這個特警 跟他們的武警 甚至就還要礦泉水 有講到說 她就說因為我沒有辦法喝這個 就是飯店裡面的水 就光是這個水燒開來 用熱水壺燒開來 我都覺得這樣子好像很髒 那個女留學生 她其實還滿兇的 就這樣子來跟特警說 那就跟特警這樣子 一來一往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這個氣氛還滿火爆 而且還滿嗆的 真的 到底有多兇 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我現在要通知他們的工作人員 你現在要全部就是聽從這邊的 但是往火下去 我才才沒有喝水的 你能接受分量過嗎 我把水給你 給你了嗎 沒有啊 怎麼沒有給你 水在哪 有水泡 她工作人員都說了 你要喝礦泉水 這樣 要把快機遞過來 這不是你家裡生的 走啊 但是郭忠祐 我現在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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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給你一遍 我現在給你 我這邊是葡萄瓜的 不是什麼醫生 我先跟你講 如果你下次還有這種情況 你不會傳起 把人做事的 走啊 就是強制性把你帶走 走了沒有 那客流個人物 就算怎麼回事 你所有的東西都會有工作人員替你保管 不會扣留你任何一樣東西 但是 但是如果他們過期了嗎 那這個財產損失呢 過期了 你可以不用 你可以不要叫你朋友寄過來 不要寄不就不過期嗎 你為什麼要 多一遍呢 我要活下去啊 活下去這邊有樹嗎 有啊 沒有水啊 沒有水怎麼活 那也沒有水啊 那水可以喝水啊 那個水流出來 都是你別人 啥治你喝嗎 我咱是這邊提供的 不是有水 這邊有水啊 就是燒的水啊 有湖啊 有開水湖啊 那都是打著什麼啊 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喝的好不好 這個國外流血回來的 真的是戰力非凡 不過我們下一節 有一個女生比這個更兇 比她還更淒厲的一個狀況 提醒大家 他說民進黨前立委謝仙玲 她在臉書寫到一個狀況 他說因為她現在在旅行社上班 他說有一個客人的孩子 在海外唸書 昨天在緊急的幫她 訂到機位之後 小孩說要打包行李 來不及到機場 結果今天她的飛機就停飛了 他說防疫四同作戰 攻守都是智慧的抉擇 意思就是分秒必爭 不要再猶豫了 而且現在所有的禁館 都是瞬間的 像台灣也是討論了一下 馬上就做這個禁館了 所以現在如果有小孩 要回來什麼的 就不要再猶豫了 該花的錢恐怕就要 很下心的花下去 當然也要評估 如果說不回來 在當地租房子 那就度過這段時間 你可能要自己評估一下